好 那董老师 这一回合拜席会 针锋相对都是核心利益跟核心议题 那对台湾 对直接正相关的是 台湾61天之后有一场大选 而中国林林总统文攻武赫 仍然干扰台湾内部的政治跟大选 是的 交涉了半年多的拜席会 现在终于确定了 一确定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中共的媒体 什么人民日报 新华社 央视 发表了一连串的评论跟文章 开动了他的造势宣传 说什么这次的会晤 意义重大 习近平展现了诚意 然后中美可以互利共赢 做大蛋糕等等 里面特别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过去一年多 中美关系遭遇困难 原因在于巴黎岛共识 没有得到落实 中共就咬住这句话 什么叫巴黎岛共识呢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美国拜登总统多次表明不支持台独 无意将台湾用为赫制中国的工具 这句话 这个巴黎岛共识呢 这个美方没有落实 所以要求美方落实 其实大半年来 我们听到这句话都听得快涨茧了 什么叫巴黎岛共识呢 其实呢 你会发现中美双方各说各话 对于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曾经讲过 去年年底那个拜习会 巴黎岛的共识呢 第一条 习近平保证不会支援俄罗斯致命的武器 怎么是这个 第二个 美国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独 不过中国对台湾的挑衅行为 却越来越令人担忧 台湾海峡 全球每天有50%的货船经过 70%的半导体在台湾制造 所以台湾发生危机 就是全球发生危机 这个是美国的认知 对巴黎岛共识的认知 好 其实拜习会离我们台湾的大选 不到两个月 所以说判断习近平借由这次的这个会晤 亲自出手介入台湾选举 这个打压赖清德 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呢 他才会说 吴钊燮 他才会说 他相信 不用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那其实美方也已经放话了 路透社前两天就登出来 就是说 美国的政府高层的官员 来介绍这次拜习会的背景 其中有一条 美国是先发自人 美国十分关切 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干预 美国不仅坚决反对这样的行为 也会对这个中国增加 在台湾周遭的这个军事活动 感到担忧 拜登会先跟习近平讲这一段话 哇 这个就是先发自人 好 其实一般现在国际的评论 对这场拜习会的评论 大家一致认为 其实对习近平的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中国的经济衰退 对拜登的压力会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他要选举 他其实没有多少空间 可以对中国让步 还记得前两天 美国众议院 中国委员会 13位共和党的议员 已经联名签了一个公开信 要求拜登在拜习会的时候 做到十项要求 我把那个十项要求内容看一下 如果真的按照共和党的那十项要求 拜习会什么都不用谈了 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 已经先画好红线在那个地方了 另外史丹佛大学的这个高级研究员 吴国光 他也有专门的这个评论 他认为 为什么习近平他会突然爱美国 这个时候要跟拜登见面了 因为从经济的原因 从内政的原因 从外交的原因 习近平不得不去跟拜登见面了 经济怎么看 今年以来 大家都看得到的 中国的这个投资外贸和消费 这个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全部疲软无力 另外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 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 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 从2021年的75%掉到70% 少了5% 这个5%就足够打击习近平的信心 跟他的野心 这是经济 内政来看 种种迹象显示 其实这个中国人民 对这个习近平的不满程度 已经越来越高 你可以从这个白子运动 可以从李克强的葬礼 可以从上海的这一次的万圣节的装扮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普遍性的迹象 中国的民间对习近平是高度不满 好 这是内政 外交也是败坏的 以一带一路为例 2017年第一届 这个一带一路峰会 有29位外国领袖参加 2019年有36位 今年掉到22位 所以说呢 你无论从经济 从内政 从外交 会发现习近平需要这个拜登 比拜登需要习近平更大更多嘛 不过吴国光最后警告 不要寄望这一次的拜席会 就能够根本的解决 中美关系的问题 维护了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 你是原木求鱼 很简单 中美的战略这个矛盾 战略的冲突 它已经系统化了 已经结构化了 不会改变的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